-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 鹹蛋超人大陸就叫奧特曼 - 我想大家未看過都一定聽過 - 電視到奧特曼或鹹蛋超人就是正義的化身 - 我們這集的案件 - 雲南有個年輕人因為喜歡奧特曼 - 所以就成立了奧特曼軍團 - 只聽到這個名字,可能你會覺得 - 它做這個軍團會不會維持正義,坐躍負強 - 但原來這個奧特曼軍團是一個黑社會組織 - 甚至有自己產業鏈,他們打劫、搶錢 - 而且還公然挑釁公安,典型掛羊頭賣狗肉 - 到底為何這個黑光會用奧特曼這個名字呢? - 難道個個黑社會都上順江? - 在2015年的年底,雲南市公安局接到匿名舉報 - 有人在景雄市東風龍場一帶 - 難節路過的車輛強行收取保護費 - 這個情況引起西昌板納和景雄市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 - 因為景雄市東風龍場是貼著邊境 - 各境線一帶地形複雜,很多小路 - 所以很多不發商人在這走私 - 經過一段時間的走坊調查,警方發現 - 由2015年6月起,有一個叫奧特曼的人 - 在東風龍場強行收取保護費 - 由於東風龍場走私的車很多 - 這個奧特曼就捉著這些不發商人 - 不敢出聲報警的心理 - 於是乎明目張膽去搶這些走私貨物的車 - 甚至乎他們是站在路中間攔車的 - 就是這樣收取保護費 - 只要你是交保護費,奧特曼就會在車上綁條紅繩 - 用來證明這架車是由奧特曼軍團所保護 - 誰動這架車就是和奧特曼為敵 - 必須受到奧特曼的制裁 - 另外警方亦知道,在這位奧特曼的背後 - 有一個龐大的奧特曼軍團人數眾多 - 耗勇鬥狠,幾乎壟斷了東風龍場所有的保護走私活動 - 面對這種有組織的犯罪活動 - 警方第一時間就是對奧特曼展開了一個調查 - 這個奧特曼原來是一個九十後來的 - 名叫徐昌健,剛剛入社會時打散工為生 - 但他不甘平庸,一直想靠自己打出一片天 - 由於小時候喜歡看奧特曼,就以奧特曼做自己的綽號 - 就開始在東風龍場一帶橫行無忌 - 主要出沒的地方就是娛樂場和夜市 - 憑著號勇鬥狠再加上名字變色度這麼高,很快就打響名堂 - 誰人都知道有一個很凶狠的人叫奧特曼 - 這段時間,徐昌健亦有受法律制裁 - 去到2011年6月,徐昌健故意傷人罪尋印滋事罪判錯兩年 - 去到2014年12月又因為非法禁錮他人 - 所以就判有期徒刑11個月,而在黑社會上 - 徐昌健除了奧特曼這個名字外,還有一個稱號 - 這個稱號就叫監獄之子 - 對於這些事職,徐昌健不以為此 - 反而覺得很剛榮,他將他當作炫耀的資本 - 就用他的經歷去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 等他們一齊加入奧特曼軍團 - 年紀不算得上好大,但有這麼豐富的犯罪經歷 - 徐昌健開始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威望 - 去到2015年2月4日,徐昌健刑滿釋放之後 - 好快就奧特曼這個名字重出江湖 - 去吸引一些社會限制人士 - 重新組成了奧特曼軍團 - 及開始對路過的車輛收取保護費 - 經過警方查明,奧特曼所收取的錢是非常之大 - 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 - 只是徐昌健的一張銀行卡,就有83筆匯款 - 一共96萬8元 - 但由於徐昌健坐完幾次監出來,開始醒目 - 做這些走私違法行為時都是遠程遙控 - 再加上走私活動,他們自己都是犯法 - 不敢去報警,秘密進行 - 所以警方基本上是很難可以斷正去捉到他 - 亦不能對這群人實施精準打擊 - 為了不打草驚蛇,警方只能秘密調查 - 但好快奧特曼軍團為警方提供了一個機會 - 去到2016年11月26日,凌晨大約1點多 - 當地有間酒吧好多人,好多客人都喝了好多酒 - 不過好快奧,不和諧的一幕出現奧特曼軍團 - 就在這裏跟人發生個衝突,保安見到之後 - 即刻分開兩班人,在這些場所有衝突 - 其實是一些好常見的事,不算得上好出奇 - 保安將兩班人分開,那紛爭好像解決了 - 這時跟奧特曼起軍團的人還未知發生什麼事 - 而他們的小奧特曼即時聯絡自己大哥徐昌健 - 當這班人走出酒吧時奧特曼軍團已經在門口 - 截住他們,雙方直接發生一個小規模衝突 - 但由於奧特曼軍團人數眾多,好快佔進上風 - 而帶頭的大哥奧特曼亦都去到現場,事態進一步升級 - 奧特曼首先打電話安排人手召集更加多人 - 之後帶領現有的人馬對這班人員做一個嘔打動作 - 最後這班人寡不敵眾,好快就被他們打到要走老 - 奧特曼軍團沒放過他們,窮追猛打,一抓到人就打 - 慢慢奧特曼軍團越來越多人,虛到兩點幾 - 他們的人數已經去到四十幾人,他們不斷追打落單成員 - 其中有一個人就去勸交,奧特曼軍團這個時候已經殺紅眼了 - 直接調轉槍頭將全部露火發洩在男人身上 - 這個男人寡不敵眾,向著後巷走 - 走老時亦時不時向後望,好快身後出現了好多人 - 個個拿著武器對他窮追猛打,在十幾人追捕之下 - 這個被害人多次摸在地下,但奧特曼軍團仍然不斷打他 - 用的武器都好雜亂,有刀棍、花盆、瓷磚、甚至炒菜的鑊都有 - 而受害人徹底失去反抗之後,有一個奧特曼軍團的人又撿了把刀 - 一下子就刺到受害人的大腿上,然後十幾個人一湧而散,離開現場 - 最後這一個走去勸交的男人被人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是雙重不戰離開人世 - 而經過法醫檢驗,這個男人被人用刀刺到右邊臀部 - 導致右邊的靜脈破裂,失血性又嚇死亡 - 事後經過調查發現,在這單案件裏面,奧特曼軍團的大腦 - 徐昌健起著主導作用,在掌握了奧特曼軍團充分的證據之後 - 警方對這個集團進行全面修網行動 - 去到2016年11月26日下午4時,警方就拉了徐昌健, - 而隨著奧特曼軍團的落網,警方發現他們軍團的罪行不僅少 - 原來在2016年6月26日凌晨,奧特曼和兩個手下在酒吧喝酒離開時 - 同人發生口角,於是奧特曼帶人追打對方 - 根據監控視頻的顯示,2016年6月26日凌晨大約4時左右 - 有一班在娛樂場所的保安做事的保安在停車場集合開會 - 有幾個人就追著一個人跑到這班保安面前,這班保安當時想勸交 - 結果奧特曼就達到,嚇到這班保安,奧特曼就對被害人拳打腳踢 - 打了一陣後就被人拉走了,一分鐘之後 - 奧特曼再由遠處衝向被害人再嘔打他,然後又被人拉開 - 事後經過鑑定,被害人構成輕傷一級案發時, - 徐昌健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處於取補後審階段 - 他擔心自己取補後審會,因為今次打腳事件變成強制措施 - 於似乎他又叫自己的姐夫去公安機關投案頂包 - 奧特曼就是一直靠著打腳鬧事,就確立自己的非法地位 - 同時亦有通過走私保護費,支撐整個社團的開支 - 就是這種方式令到奧特曼軍團越來越大 - 一直直到2019年1月22日法院審這單案件 - 整班奧特曼就齊齊整整站在法院裏面等法官去審 - 法官就說,徐昌健犯了組織黑社會性質罪,故意傷害罪,訴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 - 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所有個人財產 - 而團隊裏面的其他成員亦依法判無期徒刑,十三年到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 在判罰之後,徐昌健在監獄後悔,還說那些被他傷害的人心裏有些虧欠,甚至有些欠疑 - 還說對他們的家人受害者家屬,只能夠說句對不起 - 但這句對不起都沒用了,因為徐昌健就已經是判處死刑 - 如果你是有看過這類鹹蛋超人奧特曼的東西,你都知道他們就叫做光的化身 - 但他的所作所為就完全違背了奧特曼精神,是藉著鹹蛋超人的名字去犯法 - 算不算得上抹黑鹹蛋超人呢? -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 -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